我佩莉 妳剛才說媽媽很激情 妳我知道 媽媽為了要讓妳唱歌 說補妳得辛苦 是嗎 對啊 我媽媽為了我的事 真的非常的辛苦 我記得明日之星有辦人氣王的票選活動 然後那時候 媽媽 用去拜託人 對 我自己印那一團團團 司機去本 專性喔 我媽媽帶我司機拍拍照 校園啊 夜市啊 菜市場都發耶 喔 現在我女兒不在拜託人 對對對 愛家愛戶去拜票 去求票 每個人態度一定不見得都一樣吧 先生妳就說 哇 妳是潘伯妮喔 對對對 我是潘伯妮 但是 不認識妳的人 就冷淡 可能連看都不看 很冷漠 然後 頓時就心裡很心酸 嗯嗯嗯嗯 我記得有一次 愛家有一單 我剛剛努力宣傳喔 宣傳過的那個宣傳單 就被丟在地上 那我就蹲在地上 趕快把那個宣傳單捲起來 因為我害怕被人家看見 對 媽媽都一樓一直背叛妳 媽媽她看到那種 因為我可能是小孩子 我比較看到人家對我的態度 是很冷淡的 我可能就會沒有信心 再去做下一步的準備 嗯嗯嗯 然後媽媽回到家 總是一直鼓勵我 告訴我 沒關係啊 我們再努力啊 總總有一天我們 我們的用心會被看見啊 對 我們只要 我們給一百個人 只要有五十個人接受 那我們就是成功了 就 一直鼓勵我 然後讓我又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所以我非常感謝媽媽 欸妳那時候也是一直在比賽啊 啊妳還一直去拜票 那時候我是已經下來了 但是妳為了要宣傳 尤其菜市啊 妳那夜市那些什麼都很差 妳大概比白人更大聲啊 然後妳就一一 一一去拜託 一一去講解投票的辦法 然後有一次 我印象很深刻 媽媽帶我 帶我到校園宣傳 然後那一天已經是 宣傳第四天了 然後 然後 宣傳第四天的時候 媽媽怕我講太多話 會想到哪喔 所以說 佩蕾妳 妳盡量少說話 讓媽媽來解釋就好了 然後我就 就站在旁邊嘛 在學生面前啊 我就站在旁邊 然後拿著宣傳單在那邊微笑 拜託拜託 然後媽媽就很辛苦了 在我旁邊 在我右邊 然後再跟同學 講解那個投票辦法 因為妳只有發單子 人家聽不懂 妳一定要一一解釋 如何投票 然後怎麼按號碼 然後 我站在媽媽旁邊啊 聽著聽著 我突然聽到 媽媽的聲音已經開始鴨了 已經開始燒聲了 那 然後 我覺得很心疼 我就不敢 不敢 不敢媽媽這樣 為我這麼辛苦 對我這樣拍拍照 還說到那 哪有都燒聲了 不要緊啦 辛苦有代價 是 妳現在不難苦 妳媽媽在這裡看到也難苦 那對自己最大的期許是什麼 就是慢慢學習 然後 因為 我們現在要成為專業的 歌手 對 要讓人家感覺你是專業 你是有東西的 所以妳就要學習很多 然後希望可以自己 一樣啊 歌藝可以更上一層樓 然後 我希望 可以成為全方位的藝人 全方位 對 妳的期許講完喔 再來聽妳的唱 成功一定是我們的 感覺一定是不一樣 三位一起來好嗎 好 來 成功一定是我們的 好 來 成功一定是我們的 著了 為我們 跟我們 忘了 很難不來 還不去 為我們 和我們 呢 应该面对的世上会 别是勇气来拼到的 我的亲戚过 你他拼着担着 就会成功与担爱 感谢粉丝 郭婷云 曹亚平 三位名誉之间的表演 也感谢三位跟我们分享 亲情 幽情 爱情 感谢大家的意义 阿温姐姐的情况 相机的课 拜拜